为了解决民间乡八卦山汉冠问题 日前立委菜培会邀请水利署与农田水利会 召开八卦山汉冠座谈会 希望能够听取当地农民的意见 加以整合 早日来解决困扰民间乡十多年的灌溉问题 经过这个十几年来的这个努力 其实很多地方还没有克服 我在相信在各位专家的这一个研讨之下 这一次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解决的这个方式 那我们也希望说农民的这个 长年遇到这个困难呢 经过这次的座谈会呢 都能够获得这个很好的这个解决 现议员陈翰立表示 八卦山脉冠区及飞冠区汉冠 差异非常的大 也希望透过这次的座谈会 透过水利署以及农田水利会 等专家的共同讨论之下 能够解决南投市凤山里开始 直到民间向浦中村沿线村里的用水问题 在这里我希望说 这会在我们蔡培会委员 和我们的红国号 我们的厅长的带领之下 可以来把这个工作完成 尽数来解决我们八卦山脉民间 为我们的老师的红山里 直接跟我们民间的保重村 这很多人需要水这个问题来解决 县议员赖燕雪则表示 八卦汉冠一直以来都是乡亲期盼 却又无法解决的问题 也希望在这次水利署以及农田水利会 来共同研讨之后 能够真正的对汉冠问题来进行处理 解决乡亲们几十年来的困扰 管是八卦山的汉冠蓄水池也好 包括我们的管路的一个接管 以及我们一度的一个水费要如何来算计 那么水源要如何来共用共享 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 民间的产业就是我们高经济价值的茶叶 薑山油到翁来 用来说是非常重视 我们的水的持组 所以希望透过这次的会 希望也是可以有结果 所以燕雪长年以来 担任议员第一届就提了我们八卦 汉冠的一个计划启动 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政府 没有看到政府的地方政府诚意 但是也没有看到中央政府 是不是能够真正面对来解决 我希望说这一次 大家都能够坐下来 好好的讨论 将这个水源能够做一个克服 由于八卦山汉冠的问题 困扰地方已有十多年之久 期间虽然中央单位 以及地方机关多次开会讨论 却迟迟无法真正来解决汉冠的问题 议员们也期盼 这次的汉冠座谈会后 能够真正来处理八卦山汉冠的系统 以符合乡亲多年来的期盼 记者陈唯一民间向采访报道